文雄,歌詞,詞人彥瑛 我一家店就是在新喜部比較小 我開這個家店差不多三十多年 四十年左右 我从小就是练武术 这样子再给师父教导 这样子才学到跌打 中国的传统也是找跌打 我的店最主要是给人家治疗 你用一点你的用心 还有你能够学回来的东西 要发扬在那个客人心上 就是你要问客人的病 是怎么样病 就跟他怎么样治疗 这样子才可以解释痛苦 饶损的相对比较要耐心一点 用发多一点时间 也可以按摩 还有把他那个筋放松 甚至是在家想中炒药 也不错的 因为我的客人每天差不多有 大概都有20多个 差不多每个客人 10分钟至15分钟左右 刚开店那个学生客人是很小的 有13两天才一个两个 现在也是客人比较是怎么样稳定 就是你有那个俗客就介绍生客 有生客又变老主顾 那就比较客人比较多一点 你一定要短时间是那个才可以的啦 不是不是三两年的事的 那薪水部就是因为有朋友 那个刚好有一个地方 所以蛮合适的啦 所以在这里开店 那个油炸有那个付金也是蛮贵的 你再大一点的话也是一个人做嘛 一个人平良心讲好多开店给你 你也是应付不来 我在哪里是比较安定 还有那个有点那个感情 我在这里待着久 通常消息比较小 就是我除非是那个是 都外地旅游啦 还有那个回家乡啦 一年都有差不多有两个多月左右 消息是有啦 但是没有每一个星期也休息 所以呢就是很少讲退销的 你假如那年纪大你退销 也是没有什么可以干的 你每一个人都有 你每一个人的啦 你假如你就是退销 你又要早一点那个工作 怎么做义工 对不对 你不是那个人 一个人你不工作是 也不大不得好 无所谓的 待在这里 一年一年这样子过 几十个春秋天啦 你准备 AC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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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